前面几天其实让我心情是非常紧绷的 然后加上我又要就是隐瞒自己的性向 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超像花木兰 然后 OK 然后你觉得有骗过他们吗 有一个晚会 很像萤火晚会让就是大家互相认识 然后熟悉彼此 然后那时候就是开始有聊天之后 他们就直接对我说你是不是gay啊之类的 然后我就常说有这么明显吗 所以你的花木兰 我前面还在那边很紧张 觉得自己是花木兰在那边 我的身份还实秘秘之类的 大家好我是范琪 嗨我是路易莎莎 欢迎收看匪夷所思 那今天我们进行的是阿姨想知道吗 那我们邀请来的客人是强维 她是一位变装皇后 那为什么我们会请强维来这个节目 其实是路易莎莎的idea 所以我让路易莎莎来介绍强维 好 就是有一天我在华脸书的涂鸭牆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篇Vogue的专访 然后就有一个很快乐的故事 Vogue哦 就是时装杂志 对 他的专访就是 他就说 我在路站队教别人走台步 这个icon实在太吸睛了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 然后发现是强维的故事 我就说 我就贴到群组里面说 这个故事好可爱 我们可以访他 刚好范姐有兴趣 那我就觉得很好 但刚好本频道也缺乏一些 比较软性的题目 刚好可以放到 我觉得很好 对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那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个感觉 我其实蛮惊讶 在台湾有变装皇后的这个专业 因为我在美国看过这个表演 而且其实蛮不容易的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 一个职业这样子 那我就蛮好奇的 就是变装皇后这个职业 在台湾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所以说陆玉莎莎跟我讲说 要邀强维来谈谈 就是说一个变装皇后 然后她在军中 尤其是海军陆战队 这么阳刚的环境里面 她的 就是她适应的情况啦 她在军中生活的情况 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 所以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强维是怎么说的 好 强维先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强维 今天我看到强维来啊 我真的一看到以后 我就觉得我非常羞愧 不用这样吧 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懒惰 你会不会觉得像看到我这样就觉得 诶你们这些女人怎么这么懒惰 我这样 不怕就很像看到我在家的样子 你在家会这样子吗 我在家也是非常羽肝女的感觉 不是说你现在羽肝 我觉得好像有在骂我 没有就是在家就是一定要放松啊 因为毕竟这也是你的节目 就是要最放松的状态吧 可是今天我真的觉得 你这个是精心打扮 对不对 我今天就是一个 real size Barbie的感觉 哦 ok 然后你可以跟我们讲 今天如果说要打扮 这样出门要多久 大概两个小时 哇那真的也是 真的是精心打扮 可是其实一般女生 如果要精心打扮的话 大概也是这个时间 对呀没有错啊 其实以前我跟一个 日本室友住的时候 他都早五点起来 就是精心打扮 超级早的 对 而且还要煮饭那些的美的 没错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你这个是真的很尊敬你的职业 因为你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嘛 对 ok好 那先跟我们谈谈好了 你这个职业我们是变装行业嘛 你先跟我们讲它定义是什么好了 我觉得变装的话 大家可能就会 普遍就会觉得说 哦就是一个男扮女装啊 或是就是可能扮演成别人 但是我觉得变装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艺术的展现 那我觉得艺术这一块的话 就是比较像是放大自己的内心的样子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阴柔的样貌 那我觉得我就是借由变装这件事情来放大它 ok 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变装来作为职业呢 因为那时候就是接触到 就是变装皇后这个节目 就是RuPaul Drag Race 不知道范姐有没有看过 应该没有 对 它是在就是美国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 变装皇后的实境节目 然后那时候就是接触到这个文化之后 就是开始深深的 开始非常有兴趣 然后想要去专演它 因为其实我以前从国中高中的时候 求学阶段其实都是有在学校做反串的演出 然后那时候只是就是 佛好玩一个兴趣而已 但是没有想到说就是这件事情可以是一个非常的 就是一个高级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展现 所以那时候直接触到变装皇后之后 我就会就开始觉得说就是男扮女装啊 不是他们一般想象的样子了 就是我觉得变装已经升华到另外一个境界的感觉 你说你大概是几岁的时候开始就是觉得说变装皇后 然后开始自己有尝试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大概是国小吧 国小哦 对 OK就已经开始 然后那时候是最早是怎么样 比如说最早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 可能要穿穿妈妈的高跟鞋之类的 因为其实就是要归宿到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长环境 因为我有一个哥哥 那我们其实在家中 其实我的爸爸他长期都出西那个出差在外里 所以就是我们的生长环境下都只有妈妈跟阿嬷 那我妈妈他又是一个服务业 他就是需要每天打扮的漂漂亮亮 然后我的阿嬷他是一个日本舞蹈的老师 所以就是从小就是耳濡目染之下 就是被吸收这些美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想要尝试在自己身上 所以就是有时候会趁妈妈还没回家的时候 就是偷玩她的化妆品玩她的衣服这样 我听说哥哥其实也有同样的兴趣 对 OK 我们其实是一起探索这件事情 我现在在讲 在你小时候那个时候 这个在家里有没有一些造成一些风波 你说革命之类的吗 一定会有的啊 因为其实我生长的环境 其实蛮传统的 然后加上我阿嬷她又是一个老师的地位 所以她其实还蛮在意 就是别人看我们家的眼光 然后加上她就是会灌输很多的那种传统观念说 哦一定要娶妻生子 一定要传宗接代 然后就是灌输这些观念到我爸之后 就会变成压力这样子 所以就是我们家就只有我们两个小孩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造成很多的风波 跟一些革命 就是家庭革命这样子 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 好 就是说家里的 比如说你说造成的风波 举个例子就好 举个例子吗 那个时候就是我都会把一些女装啊 家发藏在衣柜里面 然后我放学一回家之后 就发现那些东西全部都被抓出来 放在桌上 就代表就是我妈她们都有看见 然后她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不要再做了 就是这个就是一次性玩完就好 不要一直尝试这些事情 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家长 可能会觉得说 他们不理解这个文化 他们会担心自己的小孩在外面 做这件事情会不会遭受到一些 异样点的观望 或是歧视受伤害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比较偏向是 出于关心跟担心这样子 对 他们是想保护你 对他是想保护我 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去 讲这件事情 所以就会变比较偏向是 指责或是说禁止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知道小朋友就是 比较叛逆的时候 就是你越说不行就会越想做 就越想去证明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一直到后来 我就是开始有慢慢的做出一些成果啊 或是有一些报章杂志啊 一些主流媒体来受邀请访问之后 我有拿给我的爸妈看 然后他们就开始慢慢的接受我做这件事情 爸妈突然就接受你了 你那时候的感觉 那个时候的感觉嘛 其实是还蛮感动的 就是会觉得说 就是我这么努力的做这件事情 终于可以受到自己的家人的肯定 那就是也不用让他们就是担心说 会不会受欺负啊 或是会不会养不活自己啊之类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深刻的是 我其实有带我妈妈来看我的现场演出 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就是也是玩得很开心 然后也是感受到就是 其实我们这个文化这个圈子 是非常的友善跟包容彼此的 对就是不是让他们想象中的说 就是很不三不四啊 会不会就是看起来很不入流的感觉 但其实他感受到是很多的爱跟友善的感觉 所以后来就慢慢就接受了 现在爸爸妈妈都OK 没有问题 现在都很支持 OKOK 那你就是变妆皇后这个表演啊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好了 最辛苦吗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就算是一个艺人工作 从表演到妆法 然后还有加上我们每一次的概念啊 我们有时候还要包含主持 这些都是一个人要制作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涵盖的东西非常多 我们可能要就是自己学妆法 我们没有彩妆师可以帮我们 因为我们化的妆就是 很多彩妆师甚至都化不出来 然后加上我们可能要自己用头发啊 头发一顶都非常的贵 像就是这样的真人夹法 就是一顶都是破万以上 然后加上服装 我们可能不像是一般女生的身材 我们必须要去定做 或是我们必须要就是靠一些 Corsair啊 马甲 还有一些就是TALKING 就是穿一些那种 比较紧身的内裤 让我们的体型看起来比较偏向女生的感觉 所以其实种种加起来 是对身体造成蛮大的负担 然后加上我们还要表演 然后表演的场地又都是晚上 很容易就是会日夜颠倒这样的感觉 对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蛮辛苦的 有些人在讲说变装的时候 好像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 对你自己来讲 有没有这样子 就是好像必须要有另外一个灵魂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也不会耶 因为我觉得就是变装它其实 很多人可能会就是会塑造出一个角色 但是我自己的话 我比较偏向就是放大自己的个性 对 那我觉得就是在台上的时候 可能会是比较是有一种气势的感觉 以前的话就会觉得说 我要扮演那样的女强人 然后是一个女歌手那种很有包袱 偶像包袱的那种形象 可是到后面我就会发现说 其实也不需要就是 设定这么多的框架给自己 就是变装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自由跟多元的 你只要开心去做就好了 你觉得在现场有没有碰到不友善的人过 不友善吗 就表演现场 表演现场应该多少是有一些 但是没有到非常多 因为我觉得其实会想要来看《病庄皇后》的演出 他们基本上就是对《病庄皇后》已经有一定的认知 然后他们非常想要来看 所以才会想要来朝圣的感觉 那我觉得如果是在网路上的话 可能会比较多像是不友善的一些留言 就会觉得说我们就是看起来就是男扮女装 或是把我们当小丑的感觉 我们其实很少接触变装皇后 我觉得有些时候会不会有些 就我不知道我问了什么会不会冒犯 其实我们会有这个顾虑 你自己觉得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你觉得 这个是给我们观众一些教育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很冒犯的问题 以前或者人家跟你讲过什么很冒犯的话 比如说像是问我们说 你什么时候要去变性啊之类的 这种话的话我就会 也不会觉得说是冒犯 就是会觉得说他可能不了解这个文化 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说我们扮成女生的样子 但是我们其实就是一个艺术的展现 我们就是只有在舞台上才会做这件事情 我们如果在舞台下的话 我们平常还是以真理的样貌的样子而已 当你碰到对方有这样子一个 比如说问一些不应该问的问题的时候 你通常怎么样处理呢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你是怕冒犯到我们 或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就是开口问 我们一些问题的话 其实这一部分都会让我们觉得说 你不是有在恶意的眼光 因为我觉得冒犯跟就是真正的在歧视 讲一些可怕的言论 这两件事是分开的 我觉得如果说你今天是就是直接 就是在那边开始歧视我们 讲一些恶意的言论的话 他就是比较偏向是就是真的在攻击我们 然后可能甚至还会侵犯到一些我们的自由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比较民主 我们就是可以应该要包容更不一样的样貌 对那我觉得如果是不理解的话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 就是你可以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其实变容皇后很容易就是很常会用自嘲的方式带过这些尴尬的就是问题 所以说你觉得大家有问题就问嘛 其实不用这样子 坑坑巴巴的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开开玩笑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些都还好 就如果你今天突然就直接骂我死人家之类的话 我当然就不会去理你啊 但如果你今天只是只是一个冒昧想要问 就是解决你的好奇心的话 我们都是非常乐意帮助你的 台湾人谈到比如说同志 或是变容皇后 他们会常常会觉得就是说 要讲到自己很惨啊 像这些东西 对你有觉得吗 我其实看很多老外的作品也是这样 我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台湾人这样 其实很多老外作品也是这样 对 你对于卖惨这件事情 你有自己的看法对不对 对因为我就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今天会成为一个变容皇后 是因为我以前小时候经历过什么样的霸凌 或是一些歧视 然后把它转化为力量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是可以分开的 因为我觉得光是做变容这件事情 本来就需要一个相当的勇气 然后还要你需要有一些知识跟一些美感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绝对不会是那些以前霸凌我的人给我的 我觉得今天我会做变容皇后 我今天有这样的成果 都是我靠自己努力来的 我觉得很多以前的同志朋友们 因为自己的遭遇 然后他会跟大家分享 因为其实分享 一来我觉得他自己的伤痛是有一些帮助 二来也是帮助其他有类似经验的人 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这样 我不会说卖惨啦 我觉得他们很多人其实是用自己的经历 是要能够鼓励其他有同样经历的人 但是我理解你讲的 因为其实我很多同志朋友就是跟我讲说 可是我小时候就没有被虐待啊 你们为什么一直要强调我被虐待呢 对 因为我觉得比较偏向是很多的节目 可能他们就会用这个出发点来就是塑造出我们的人设的感觉 我懂你意思了 你就是说你不喜欢人家好像是觉得说你小时候受到那些压力的东西来博取同情 对有点像是这种感觉 很像是就是讨拍的感觉 对但是我觉得我不是那样子 我做变装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这个出发点 今天特地找你来 其实说实在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新闻上看到一个新闻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说那时候你要去当兵嘛 对 然后就抽签 跟大家抽到 跟大家讲说你抽到什么军种 我抽到海军陆战队 OK 签王 你那时候抽到的时候什么感觉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就是睡过头 然后去抽签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陆军大概有八十几支 然后海军陆战队只有十支签 然后我又是第十个抽签的人 所以我其实很早就开始抽了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 你知道其实比例是一样的 第一个抽到其实几率是差不多的 但是就是好死不死我是第一个抽中海军陆战队的人 你刚好就是第一个 对 就是十支签你是第一个抽中的 对我是第一个抽中的 而且其实我当时的样貌啊 虽然是男装 但我那时候就是也是像这样有做指甲 然后就是还是染了一头金发之类的 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大娘炮 哈哈哈哈 OK 然后那时候 就是很多人都说就是抽中海军陆战队的话 全场都会帮你欢呼嘛 但是我那时候一抽中的时候 他一讲出海军陆战队的时候 全场是非常安静的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很可怜之类的 我想说竟然被他抽中了就是也不敢就是乐极胜悲的感觉 嗯啊你抽中以后那怎么办呢 我那时候抽中的时候 我就是心里非常的重 非常的down 然后那时候就是跟当天的那些就是军人说 问说 如果我抽中的话我如果去就是继续上学的话 我可以就是延后对不对 那我这样的话我到时候还可以再重抽一次吗 他就说没有你抽中的话就是永远都是这一支 所以你又想到想到说我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个东西 我那时候就是想了非常多的办法 然后因为也有非常多的就是同志朋友们 他们也是用了非常多像那种心理就是性别认同障碍这一招 那我就是真正会让我想说 好啦我就进去当兵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家其实有在拜季工师傅 然后季工师傅就跟我说 我如果进去当兵的话其实不会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他会帮助我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 就是心里有一个靠山的感觉 就让我比较平复我的心情的感觉 然后就孩子就去了 你刚刚有讲到性别认同障碍 那个东西是什么 他就比较偏向是你要就是去看心理医生 然后他好像不是说看一次就够 你需要就是定期去恢复检查 然后让心理医生认定你就是一个没办法进去军中生活 团体生活的人 所以说就是要去开一个医生证明就对了 可是我觉得性别认同障碍听起来像是 难听对不对 其实很像是有什么问题的感觉对不对 所以你甚至也考虑过这样子 有没有考虑过 因为其实我哥哥就是用这一招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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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哥哥后来真的因为这样子就不用去当兵吗 对啊他就不用去当兵了 ok好 那所以后来你自己选择你不要这样做 你为什么选择不要这样做 你哥哥都不用去当兵啦 你那时候怕得要命 因为可能一部分就是还蛮想进去看看的吧 哦还是会想 你想要看什么 你想要看什么 你知道的 没有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吧 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的生活圈 我的一些交友圈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通温层的一个 通温层非常厚的一个状态 就我身边其实很少会有这么阳刚的群体你知道吗 哦所以其实也会觉得去也不错哦 好奇吧 嗯 ok 加上想说如果我这个都能够挑战成功的话 我之后应该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ok你就去了 那好那就跟我们讲 那去了以后发生什么事 非常的好笑 因为其实我刚开始去的时候 我有想说我要先刻意隐瞒自己的性向 然后想说先装man一点的感觉 那时候就是我们 因为海军战队是在屏东龙泉 它的基地是在屏东龙泉 所以我们那时候要坐火车下去 然后那时候我们都是在台北车山集合 然后一起去坐火车 然后光是坐火车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然后那时候 已经上火车之后就是跟 还不认识的弟兄们一起坐嘛 那时候我就想说 如果现在就已经展现自己的性向的话 我可能进去很容易就会被人就是欺负之类的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先隐瞒一下 先装man一下 就看一下其他的弟兄坐姿怎样 就是一定要脚打开啊 坐得很man之类的 可是你知道我光是到 就是火车开到桃园 从台北到桃园这段路程 我就已经受够了 桃园之后我就直接就是翘脚的状态 OKOKOK 就装的太辛苦了 太累了 所以你知道装man就是扮演别人 真的很累 你就做自己 我就开始做自己 然后到军营里面 因为刚开始进去第一天 几乎都是在写一些文件 要填一些表格什么的 所以其实前面都没有到非常的累 但是就是你会觉得时间非常的紧迫 因为就是作息方式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时间就是非常的有制度的 就是他说你几天几分要干嘛 你只有十几分钟可以吃饭 然后几天一定要上床 几天要起来 然后你一定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之类的 就是非常的有规矩 非常的 前面几天其实让我心情是非常紧绷的 然后加上我又要就是隐瞒自己的性向 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超像花木兰 然后 哈哈哈 然后你觉得有骗过他们吗 你知道后来就是跟那个有一个叫单感相造的一个活动 就是让我们就是 可能进去一个礼拜之后 他就有一个晚上 有一个晚会 很像萤火晚会 让就是大家互相认识 然后熟悉彼此 然后那时候就是 开始有聊天之后 他们就直接对我说 你是不是gay啊之类的 然后我就常说 有这么明显吗 所以你的花木兰 我前面还在那边很紧张 觉得自己是花木兰 你在那边 我的身份还十米米之类的 所以你这个花木兰 装的不大像 超不像 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 我是gay啊 ok好 那所以好 那就讲开来了的意思嘛 你就说 你就大家讲开来了 对 好那讲开来 然后发生什么事 因为你知道在军中 他们是一个团体生活 就是团体生活的话 其实如果有老鼠事的话 会比较容易被大家 就是当作眼中定 那我觉得其实你今天 如果有做好自己的事情 就是该做的事情都做好 或是不要就是 扯别人后腿的话 其实基本上大家不会 就是对你有任何的不喜欢 或是有一样的眼光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跟性向是可以分开的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你今天做得很好 大家就不会觉得说 因为你是gay 所以你才怎样怎样的 就是 其实我觉得 在军中的话 其实还蛮单纯 就是它都是可以分开的 就大家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就不会有事 对 OK 我们先讲说 你去当兵之前 你最担心什么好了 我最担心就是会被欺负啊 OK 对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 进去之后 我才发现我的连长 他其实是女神 然后 因为我在进去之前 其实有一些粉丝朋友 他们也是军人 然后 可能就是 官位比较高一点 他就是有帮忙我 就是打电话 跟我的连长 就是报备说 我是谁谁谁 就是要多多关照之类的 然后其实我在进去的第二天 我就被叫到连长室 然后他就问我说 就是有什么不习惯吗 之类的 然后我看到他是女神 我就直接跟他坦诚说 我就是对这边就是 有什么样的烦恼啊 然后我自己的股市之类 我就全部都跟他讲 然后他就说 其实现在 在军中没有那么想象中的 这么的就是古版 或是传统 因为其实现在军中 有非常多的女兵 然后加上 同志也不是我第一个而已 其实以前就有非常多了 那我觉得 其实在军中 我们很少可以接触到他们 所以我们不理解 但是当我进去之后 我才发现 其实就是跟我想象中不一样 对 你觉得连长跟你谈这个事情 有没有帮助 有啊 就让我放下非常多的一些 就是烦恼 所以大家就开始比较适应 你说说开来了嘛 然后又开始做你自己 对 然后后面就非常做自己 就是会直接走秀之类的 OK 我们代表再讲讲 那个走台步的事情 可是我先讲一下 其实另外一个我会怕的 就是像我啦 我自己想象 我如果去当兵的话 我会觉得 我最怕的会是体能 因为海军陆战队 这个体能训练上 真的 那你有不会吃力吗 每天早上都要早起跑三千公尺 你就跑吗 就只能跑啊 因为如果不跑的话 就是很容易被 就是被记得 我觉得在军中 你就是最好不要被记得 是最好的 嗯 但是我就是还是被大家记得 可是那时候你体能训练这些 你其实都跟得上 所以没有问题 前面当然是会有点小吃力 可是他也不会说 一开始就逼你们做 这么的激烈的运动 他还是有就是慢慢的加量的感觉 所以一开始其实 还算可以负担 而且加上我在当兵之前 我也有就是稍微去运动一下 增加自己的体能 所以海军陆战队 是不是真的很操呢 就跟别的军种比起来 是不是真的很操 其实我没有当过其他的兵种 所以我不了解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 我都可以了 我觉得应该没有到那么的操啦 你确定是没有给你特殊待遇吗 真的没有 因为大家都是都平等的 你知道如果有特殊待遇的话 他很容易就会被盯上 好啦先跟我讲一下 你就是在前面 穿花木兰穿了多久 大概穿了一个礼拜吧 有穿到一个礼拜 那还不错啊 OK好然后呢 怎么会去教弟兄们那个走台步呢 这是怎么发生的勒 因为那时候就是跟连长讲了我 自变装红的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是也开始就是蛮好奇的 然后就有来发了我的Instagram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单感相照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玩一些团康的活动 单感相照是我们军中的一个活动吗 叫单感相照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有点像是破冰游戏吧 哦哦OK好 对 然后他们那天就会玩一些小游戏啊 然后就是输的人就一定会有一些惩罚 然后那时候连长就说 那不然我们就请我们的83号 就是我的号码 就是请我们83号来教大家怎么走秀好了 然后我就上台就是走秀过去 然后教那些弟兄们怎么走秀这样 那他们大家觉得感觉如何 当场反应怎么样 就是全场尖叫欢呼 哦哈哈哈 OK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咯 因为大家 对啊 我觉得大家还蛮喜欢的 所以大家真的有跟你学吗 有啊 但是就是 比较偏向是处罚的感觉 真的吗 等一下我们先确定啊 你是说你们一个连的弟兄在一起 对不对 对 一个连有多少人 一个连大概有150个左右 所以150人跟着你一起走台步吗 没有就是 玩游戏输的那几个 就是可能一个班 一个班大概有差不多11个人之类的 也有十几个要跟着你一起走台步 那也蛮有趣的啊 就走一排这样子 嗯嗯嗯 就早上是行军 晚上是走台步 哈哈哈哈 你们还玩了好几天啊 听起来 没有我们玩一天啦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造成了 就是大家的印象很深刻 所以就是后面就是大家可能就会想要叫我表演 给他们看之类的 或是就是偷偷来发现我的Instagram 这样 嗯 所以说那天跟大家走台步之后 呃就是说你变中皇后 你的平常的 比如说在秀场的这个表演 嗯 那搬到军中去之后 还蛮受欢迎的 对 你觉得这个经验告诉你什么呢 这整件事情 我觉得让我发现说 其实很多人就是可能会一开始是不理解 那我觉得他们在不理解的时候 他们就会产生很多的好奇或是疑问 那我觉得就是慢慢去给他们答案或是解答之后 他们就会开始接受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是需要花时间的 嗯对那我觉得在军中的话相对是一个比较阳刚的一个地方 然后还可以让我这样子高 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已经是让我觉得完全跟我印象中不一样 其实现在军中真的跟我们大家想象真的是很不一样 对啊 嗯 其实没有像我们以前想的那么的就是很封闭 然后很落后 我们这样子会不会看起来像要就是招募啊 哈哈哈哈 那你有没有什么觉得你让你不舒服的地方呢 不舒服吗 我觉得也没有耶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其实还蛮就是虽然很想要看到就是洗澡那一幕 但是我又很害怕别人看我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会很担心 因为小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些霸凌的一些回忆会涌现的感觉 所以其实那时候去洗澡的时候我就发现 哎每一个都是隔间呢 就是非常的隐秘 然后就觉得还蛮舒适的 嗯 对 你们会蛮失望的吗 哈哈哈哈哈哈 是还好 因为还是有看到 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些男生会觉得说 呃你干嘛看我啊 或什么 会有有有有有这种事情发生过吗 我就会故意去闹他耶 就是他们如果越不想要的话 我就会故意去闹他们 嗯 就我还是会看一下啦 这样子是 是你欺负人家吧 哈哈哈哈哈哈 到后面好像真的变这样 对啊 其实你还怕被人家欺负 结果是到最后我看是你欺负人家嘛 好像说是我在性骚扰人家的感觉 哈哈哈哈哈哈 不过真的我是真的觉得啊 呃今天请你来其实也很重要 我真的觉得想要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现在军中真的 军中生活不是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 真的 嗯其实你这个 而且其实我在当兵的这段期间 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讲座 然后那些讲座也有很多 都是跟性别有关的 就会很多像是同志热线的一些讲师 会来军中做演讲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超级棒的 因为我就觉得 就是让更多就是 以前没有接触过同志的人 能够理解就是多元性别的这件事情 嗯而且我觉得是互相理解啦 对不对 我觉得你可能也对于 比如说真的这些直男的一些想象 可能这次也有打破吧 有耶 其实有哦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打破了哪些 以前你对于直男的概念 就我觉得他们其实可能会让我觉得说他们就是脑袋很直吧 就是只是一个一条线的感觉 就是什么事情都是都很直接 然后就是都不会想到其他的事情 但其实我觉得有些直男其实他们心思也是很细腻的 就是他们也会看观察这样子 这个经验下来会不会觉得其实人跟人之间差别性没有那么大 对啊 我觉得都是就是很容易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 导致说哦 你会不会就是印象中会是那样的感觉 但其实我觉得当你真正的去尝试跟人家沟通或是理解之后 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你想象的样子 好 那这个四个月当完兵 距离你现在当兵就是退伍回来这样多久了 我是去年十月的时候退伍的 OK好 那你现在回想你觉得这四个月里面 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们这个节目没办法教育性质很高 OK 所以我们谈一下take away 你的take away是什么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应该就是这个回忆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回忆应该算是一生只会有一次了 就是撇除之后可能有叫招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就是能够就是亲身经历这件事情 然后加上就是你可以更了解说 哦我们现在国家在做什么事情啊 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然后还有军队到底在干嘛 就是光是这些都可能不是说我们平常可以接触到的东西 所以我很荣幸就是可以亲身体会到 我觉得也是学到蛮多的 我们粉丝有一些问题哈 第一个问题是 你对于JK罗林 月经说你会感到冒犯吗 老实说会觉得还蛮感到意外的 因为我会觉得 就是JK罗林他写了这么多奇幻的魔法故事 然后伴随着我们长大 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哈利波特的系列 那我就觉得他写了这么多的奇幻故事 但是他的思想又这么的传统 会让我觉得蛮意外的 OK 那你会因为这样就不看他的作品吗 还是会就看你以前很喜欢吗 那现在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有点简笛 是也不会 因为最近不是有那个霍格花枝游戏吗 还是玩到爆啊 超好玩的 是不是 对啊 那放多好啊 对啊 嗯 OK好 能叫范姐走台步吗 当然啦 没问题 好吧 那我们就试试吧 等一下就是肩膀放松 OK好 要挺胸 挺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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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势 然后就抬头 对 止气高昂的感觉 OK 一脚在前面一脚在后面 OK 钉字步钉字步 这样子吗 可以笑 可以笑 那气势的美女 我先看一下你走的样子 就走 嗯 啊就 不行不行 不行吗 手先放下 手先放下 OKOK 手不能给我这样子 这样不行 OK好 这样子 手放下 肩膀放松跟挺胸 OK好 尽量不要就是同手同脚 OK 1 2 3 GO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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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嚴肃的生诞台 好是 不可以笑 OK好 嚴肃的生诞台 OK好 再一次 3 2 1 GO 有啦 还不错 哈哈哈 不行那个姿勢有点不良 后来又破功了 对 我再示范一次好了 你示范一次好了 好嘞 哇哭 还要这样子哦 哈哈哈 就是要运用一下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 登上又是东西 要有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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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好 我想一下 想一下 你要洗头 你可以你可以就是剥一下头发 OK好 走到前面之后就是对镜头一个放电 OK要放电 放电完之后剥头发然后转身回来 好嘞好嘞 你来你Cue我 来我的女儿们 OK 可以吗 很有创意 可以耶 好我们一起走一次 好好好 我们要走就是那种伸展台心机的 还是就是姐妹琴 姐妹琴 好 你总结姐妹琴 姐妹琴是要怎样 姐妹琴是 哈哈哈 OK 好好好 我们走到前面 然后一起比个爱心 好好好 耶 好来 路易莎莎你先讲你的take away 好了 嗯 我觉得其实今天我有 两个take away 第一个第一件事是身为一个直男 就是你也知道有时候我们常会不小心冒犯别人在 尤其在你缺乏认知的情况之下 那你就会 像我自己就会觉得 我是要问这问题吗 会不会对方觉得不舒服或冒犯 那其实我觉得 不是只有你直男有这个问题 我也常常会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因为其实你有直性格中用直男的部分 我就觉得说我常常就爱问什么就问什么 我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得罪人家不知道 我其实常常会有这个疑问 我觉得强威的解释蛮好的就是人家又不是笨蛋 他可以分辨出来你到底是真心的好奇 还是真的是想要呛他们 所以我觉得之后我在互动的时候 可能就可以比较放松的做自己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要呛对方 那对方一定有这个能力可以分辨 那我可以也可以得对这个群体有更多人 是我觉得蛮好的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讲到是 我对于他不想要卖惨这件事情 其实我蛮惊艳的 因为通常我们在访问这样的 比方说一些受访者的时候 我们会去想要强调说 他以前的什么状况 导致于他今天走向这个样子 可是强威的他的访谈里面很明显讲到 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并不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才走上了这样的路 那他也不想用这个卖残去拨流量 因为其实没有人不喜欢流量 但是要不用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定力跟一个坚持 我觉得这点蛮不容易 其实我蛮佩服的 我其实听过蛮多同志的朋友 跟我讲过这样一个类似的想法 然后他就是说 其实大家好像一直问我说 我小时候有没有一定被霸凌 所以我小时候一定在家里被 就是被压制啊 被压抑这样子 其实他们说很多人 其实是在很爱的环境里面长大的 而且父母还蛮包容的 OK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一开始就假设 好像同志一定就小时候很惨 很惨 我觉得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 也是一个蛮错误的刻板印象 虽然说是出于善意 但他还是一个刻板印象 我觉得他还是个刻板印象这样 那我自己最重要的take away 其实是 我其实 我的take away不是强违本身 而是对我们军中这个接受多元的 这个情况 我觉得蛮进步的 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 就是以前刚毕业的时候 我有到国小去带课 那那时候小朋友嘛 就带一二年级小朋友 大家都会开玩笑 那有时候就有个小朋友指着 另外一个小朋友说 他喜欢男生 那个小朋友本身就是男生 那我就说 他喜欢男生怎么样了吗 结果其实全班 也没有全班 但就很多人就说 不会怎么样 其实我对于就是 这个社会的包容程度 其实那时候我有吓一跳 就是我发现说 如果连国小同学都这个样子的话 那其实这个 氛围会慢慢慢慢反映在我们社会上的各个层面 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虽然有点惊喜 但没有到很意外 对 那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军中可能大家会有很多想象嘛 就会觉得说 像强威去之前 他自己也会担心说 自己在那边是不是 因为他比较阴柔的这个形象 在军中就一定会被霸凌 但去了以后就发现不是嘛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军中好像对于 在处理这个性别上面 现在蛮多了一些敏感度 至少是有在往前走 对对 我觉得那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个敏感度 就是表现了 我觉得台湾社会多元的这个本质嘛 所以军中才会是这个样子 会反映出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看了以后 真的也蛮欣慰的 我觉得蛮开心的 然后当然强威是非常有魅力的啦 真的我觉得强威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魅力是就他自己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会被那个气场给震着 对 然后他一再 我都可以想象他在的地方 就是充满了欢乐 要不要去看他表演 要要要 所以我们真的 我们可能会找一天 我们会办一个活动 我们大家一起去看 强威的表演好吗 好那今天大家如果对于 我们的讨论 还有这个强威 来我们上节目 有什么感想的话 非常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要怎么做 按赞订阅分享 抖内 抖内 就跟你讲抖内 这不行 马上收 正在收 一定抖收 一定抖收 抖内到底还没解决吗 对不对 还没在写信 给YouTube那边沟通 那就是按赞转传啦 OK好 谢谢大家